陈芳今年66岁 一直生活在农村 她跟老伴只有一个独生子 儿子很优秀 硕士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 结婚生子 今年花生的收成还不错 总共榨了408斤油 刚榨出来每两天 就有几个熟人来买 15元一斤 卖了200斤 剩下的 陈芳跟老伴都不肯再卖了 留着 自己要吃 还有给儿子留一些 有个来买油的亲戚说 你们老两口都一把年纪了 还那么拼命啊 要我说 儿子那么优秀 会赚钱 去他那里享福德了 干嘛还种花生 花生油又卖不得多少钱 别累出一身病 陈芳笑着说 我们都干了一辈子浓活 闲不下来 趁着能动的时候多动动 就当锻炼身体了 儿子也叫我们去他那里住几天啊 不习惯 还是家里好 这个亲戚走了之后 老伴说 我要有些痛 要贴膏药 明天你给儿子送油去吧 你力气小 先送个三十斤 陈芳应了老伴 然后回屋里拿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 跟他说家里的花生油已经榨好了 正好明天是周末 给他送三十斤 儿子说 妈 别给我们送了 家里还有油呢 吃完就去超市买 用不着大老远从老家送来 陈芳不赞同地道 你这孩子 超市的花生油 跟我们自个儿榨的花生油 能一样吗 哪有家里的正宗 儿子 那算了 你想送来就来吧 还有其他事吗 我这边有些忙 听到儿子有事情 陈芳赶紧说 没了 那你忙着吧 妈妈不打扰你了 记得好好吃饭啊 儿子太忙 陈芳的叮嘱没说完就被挂了电话 他感叹 年轻人赚钱也不容易 整天忙得不行 第二天一大早 陈芳拿了一个小袋子装好衣服 手机跟前 提着三十斤油 坐两块钱一趟的三轮车去镇上 然后再坐班车去儿子家 从镇上到儿子家 坐班车要三个半小时 刚上车 司机就跟陈芳打招呼 陈阿姨 又给儿子送东西啊 她笑着说 是啊 这不是炸花生油了吗 给她送点 炒菜箱 每次去儿子家都坐这趟车 所以大家都熟了 就算在别的地方遇到也会打声招呼 八点半的车 十二点二十分到了小区的门口 陈芳熟门熟路 接着坐电梯到儿子家 她按门铃 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开门 试着又敲门 还是没人开门 拿出袋子里的手机 找到儿子的电话号码 给她打过去 没人接 她再打 还是没人接 试着给儿媳妇打电话 也是没人接 陈芳忍不住嘀咕 昨天不是跟儿子说好 今天给她送花生油来吗 怎么不在家 去哪里了 等了大半个小时 陈芳站着有些累了 她忍不住坐在地上歇一会儿 联系不到儿子和儿媳妇 陈芳有些担心 怕他们发生什么意外 又过了十来分钟 陈芳继续给儿子打电话 这次终于接通了 陈芳着急地问 儿子 你在哪里呢 怎么家里都没人 妈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给你送一些花生油来 儿子说 今天不是周末吗 我跟媳妇带着两孩子 到游乐园玩 你等等吧 我们准备回去 陈芳交代 好 你别着急啊 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等啊等 陈芳忍不住瞇着眼睛 在门口靠着墙壁睡着了 一直到下午两点半 儿子他们才回到家里 喊他 他才醒了 儿子儿媳妇喊了一声 妈 孙子十岁 在一旁不说话 六岁的孙女 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绷着一张俏脸 嘟着嘴巴 这孩子长得像他妈妈 很漂亮 坐在沙发上 吹着空调 陈芳觉得舒服多了 他笑咪咪地跟孙女说 翘翘 来奶奶这 你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呀 孙女不搭理陈芳 哼了一声 直接跑回房间里面去了 他不免有些尴尬 而媳妇说 妈 您别管翘翘 这孩子皮痒 动不动就生气 改天等我闲着了揍他一顿 陈芳赶紧说 孩子发点小脾气很正常 别打他呀 说几句就可以了 儿媳妇很客气 让陈芳今天别回去 住一晚 明天再回家 陈芳也有此意 想多看看孙子孙女 就顺势留了下来 儿子家有一间客房 他之前来的时候都在那里休息 不用儿媳妇招呼 他自己拿起带来的那个带 直接去了客房 有些累 陈芳躺着休息 因为刚才在门口 眯了一阵儿 所以此刻他也不觉得困 躺着无聊 陈芳翻来覆去 实在是不舒服 起来上了个厕所 去客厅看电视 之前跑回房间里的孙女 正在客厅看动画片 陈芳走过去 坐在他旁边 亲热地说 翘翘 你在看什么呀 跟奶奶说说 陈芳刚坐下去 孙女直接屁股一台往旁边挪 一脸的不悦 这孩子气性真大 也不知道谁惹他生气了 陈芳问他 他也不说 正打算回屋里继续躺着的时候 孙女跟陈芳说 奶奶 您以后不要往我们家送花生油了 今天就因为您突然来 爸爸非得赶回来 我都没有玩够呢 哼 送来我们也不吃 都扔了 妈妈说农村小作坊没有卫生保障 榨出的油不干净 会吃坏肚子 陈芳终于知道孙女回来后 为什么一脸的不高兴 怎么跟他说话都不搭理 原来是这样 更让他意外的是 自己拿来的花生油 竟然被儿媳妇嫌弃 直接扔了 陈芳大声喊儿子的名字 让他出来 然后把孙女刚才说的话 复述一遍 问是不是这样 儿子闪烁其词 过了一会儿 他说 妈 以后您就不要送花生油来了 留着跟我爸吃 多的话 就卖给别人 听到他这么说 陈芳哪里还不明白 他看着儿子的眼睛 大师索望说 那是花生油啊 我跟你爸辛辛苦苦种的花生榨的油 从家里坐车给你送的油 怎么可以扔了 可能是动静太大 而媳妇出来了 他一脸的尴尬 让陈芳消消气 说孩子不懂事 胡说的 陈芳不想再说一句话 他回客房 拿了自己的东西 马上离开儿子家 出了小区门口 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陈芳偷偷流下了 不争气的眼泪 过了半个小时 他收拾好心情 擦干眼泪 去最近的公交车站坐车 一路上不敢抬头 怕别人看到他红肿的眼睛 幸好赶上了回老家的末班车 到镇上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家里唯一的一部手机在陈芳的手上 他打电话给邻居 让邻居叫老伴开车来接 老伴来的时候一脸紧张 连声问 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说明天才回吗 陈芳道 说来话长 回家再跟你说吧 到家后 老伴拿出晚上吃剩的菜 然后打了一碗米饭递给陈芳 你肯定没吃晚饭 有什么话吃饱饭再说吧 吃晚饭 陈芳平静地把事情的经过 跟老伴说了 老伴抽着烟 一直抽 久久没有说话 等陈芳要去洗碗的时候 老伴才说 以后我们不要再给他们送东西了 留着自己吃吧 别热脸贴冷屁股 这是儿子忘本了 忘记以前我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了 嫌弃我们了 所以看清现实吧 说起以前的日子 真的是一路上苦过来的 老伴是兄弟 他是老二 分家的时候 分到的地和田却是最差的 仅有的两亩地都在山里面 走路要四十分钟才到 都是那种小山路 分到种菜的地也很少 只有两块 不仅离家远 离水源也远 一年种两季的水稻 卖一些 留一些 勉强维持生活 大多数时候一个月吃上两次肉 油盐要跟人设账 后来 老伴跟人去远方的工地打工 陈芳一个人在家带着儿子生活 地里田里都有活 他每天忙得够强 即使生活在困难 陈芳都想办法给儿子吃饱 让他好好上学 两斤米换半边的麻辣糕 因为儿子喜欢吃 陈芳咬咬牙换来给他吃 平时买半边鱼 自己吃一个鱼头 剩下的全部给儿子吃 儿子懂事 给陈芳加一块鱼肉 但他没吃 把鱼肉又加到儿子的碗里 温柔地说 妈妈喜欢吃鱼头 吃饱了 不喜欢吃鱼肉 你吃吧 吃鱼肉好 快高快大聪明伶俐 儿子笑咪咪地说 笨 我要多吃一些鱼肉 吃了鱼肉聪明伶俐 期末考试考第一名 妈 等我长大挣钱了 我给你买大鸡腿 买一部跟大伯家一样的电视 每当陈芳听到儿子这些同言同语 他心里像吃了蜜一样开心 这孩子很聪明 又自律 连续两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 一点都不用人担心他的学习 只要儿子想读书 陈芳跟老伴打定主意给他创造条件 宁愿苦自己 不苦孩子 黄天不负有心人 儿子在陈芳两口子的期望下考上了重点大学 他接着又读了硕士 出来后在五百强企业上班 儿子的出息狠狠打了当初看不起他们的那些人一巴掌 给家里挣足了脸面 当儿子有了女朋友准备要买房的时候 陈芳跟老伴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 九万块钱出来交给他 儿子推辞 爸妈 这钱是你们的血汗钱 我不能要 买房的事情 我会自己想办法 老伴笑咪咪地把钱塞给儿子 拿着吧 虽然不多 但这是我跟你妈的一点心意 儿子很感动地说 推来推去难看 爸妈 那我不客气了 以后等我买了房子结婚了 都跟我去省城享福 那里永远有你们的一间房间 陈芳跟老伴都很高兴 激动道 好好好 以后啊 我跟你爸想你的福落 儿媳妇生一胎的时候 陈芳想去伺候他坐月子 帮忙带娃 但儿媳妇说 妈 不用了 您在家里干农活吧 我订了月子中心 陈芳跟老伴说 是不是儿媳妇嫌弃自己 才不愿意让他去呢 老伴骂他 你这人就是多心 人家月子中心专业的 去那里也好 产妇跟孩子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陈芳说 这样也好 其实我这手那么粗 婴儿皮肤那么嫩 也担心不小心把孩子给弄伤了 儿媳妇第二胎 也是去了月子中心 不需要陈芳去照顾 她去上班之后 就请保姆 陈芳帮不上其他的忙 只能拿家里的土鸡蛋 还有各种特产去给他们吃 再拿两千块钱塞给儿媳妇 其他的 不用他们操心 以前老伴还经常去外面的工地打工挣钱 但他满六十岁之后 人家就不要了 担心发生什么意外 老伴回老家跟陈芳一起种田种地 养一些鸡鸭 能够自己自足 又可以挣一些钱 这几年 有钱的人都往省城买房 要么就去县城住了 留在农村种地的人很少 陈芳家的书败有不少地 人家不要他给钱 随便种 这样 他们选择种的田地 都是离家里比较近的 他们一年种一季的水稻 两亩的水稻够吃了 然后种了五亩多一点的花生 也是种一季 第二季种的是留给第二年开春的种子 所以不算 种花生好啊 榨油吃 又可以用来包猪脚 超市卖的花生油多贵啊 那么一小桶就要一百来块钱 用不了多久 陈芳跟老伴觉得儿子在省城工作 养两个孩子 花钱的地方多 自己种一些花生油给他们 既健康又能省钱 除了花生油 家里一年的瓜果蔬菜等等农产品 他们也是经常送去 能够帮到儿子 自己还有些自豪 可孙女的两句话 让陈芳看到了残酷的现实 他们拿去给儿子家的东西 人家不稀罕 嫌弃 直接扔了 花生油都能扔了 其他那些能不扔吗 虽然孙女说是儿媳妇扔的 但儿子如果不愿意 而媳妇能扔吗 陈芳觉得老伴说得对 儿子忘本了 嫌弃他们了 忘记从前的苦日子了 既然看清现实 就别再热脸贴冷屁股吧 很多父母都不容易 大半辈子为了儿女 所以 当我们的爸妈老了之后 作为儿女应该多一份理解跟包容 而不是嫌弃跟厌恶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对父母好一点吧 尽自己的能力 让他们安详晚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别让自己后悔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